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U-Bike 2.0提前达成全市扩建的目标 因此也慢慢让1.0版的车辆功成升退 台北市交通局表示将在12月3号停止营运 要请借用1.0车辆的民众尽早归还 未来就只能使用2.0版的车达成系统的一致性 U-Bike脚踏车是市民热门的逮捕工具之一 在城市各处都可以看见U-Bike站点 或是民众骑程的身影 不过在今年10月 2.0系统的车辆已达成全市1200站扩建目标 因此要让服务超过13年 骑程次数超过2亿人次的1.0版本系统功成升退 12月3号起 U-Bike 1.0厂站就停止营运 无法再借出车辆了 就是我去找客户啊 或者是从捷运出来 我都会去找脚踏车 有时候到一个定点 然后到捷运站到一个定点 我们要去 可能公车到不了的地方 我们就要骑脚踏车 这样子 那我觉得要改就改2.0 不要再1.0 2.0 因为有时候租到1.0要去还 就只有2.0的车站 我觉得很麻烦 那以后都改 只要一种就好了 我觉得它在感应的感觉 就是 卡片只要 它放在那个车头嘛 然后逼一下就很快 可是如果是1.0的话 它好像会慢一点 对 那有时候还会 等它那个讯号出来 我们还要去处理它那个讯号源 所以2.0比较快 所以整体来说你还是比较喜欢 其实2.0 用信用卡 然后那个悠悠卡 然后先注册 然后就只要靠卡 因为带手指出来出来玩 我就骑市议会后面这个广场 骑起来感觉还不错 大致上都OK 就蛮好很方便 而且还车借车都很方便 那在10月份的整个2.0的租借次数已经占1.0跟2.0全系统的91.5% 那U-bike 1.0的部分呢 我们统计到10月底的话 我们的车子是4000 还有4000辆车跟3164个车柱 那预计划 那预计到11月底 我们会持续缩小规模 然后剩下2375车跟2750 那1.0的整个租借次数来讲 占全系统的已经降到8.5% 那周转率也降到1.8 那这个部分已经符合我们当时设定全面退场的一个标准 那所以是定在111年的12月3号起停止营运 非常感谢新北市交游局这边的协助 我们其实持续双北的交游局都有在做一个沟通 那新北市的目前交游局这边 新北市交游局这边也是针对新北的U-bike 1.0的跨市热门站点 那51站的部分呢 都已经进行了这个1.0车柱拆转成2.0的部分 也就是扩大2.0的服务的规模 让民众可以更方便骑程2.0 那另外就是双北的这个跨市热门站点 那包括新北刚刚讲的51站跟台北市的10基站 那我们都已经在场站上面去张贴告示 那车柱的部分也有张贴相关的告示 那以及我们跨市桥梁双北市各16处的部分 也都有去摆设我们这个告示 就是提醒民众跨市骑程要使用U-bike 2.0 那另外民众呢如果使用手机开启GPS定位功能的话 扫描我们包括就是车柱上面的这个 跟这个告示牌上面的QR Code的部分的话 其实都可以立即查到我们周边U-bike 2.0的站点 那也方便民众就进去使用U-bike 2.0 那后续的话呢我们针对这个新北市的U-bike 2.0的这个告示牌的部分呢 我们还会再增加270站的部分 也就是未来新北市会有320站都有这个 请民众骑程2.0的相关告示 那也加强了一些 后续呢我们也会针对经常跨市骑程的民众发送简讯提醒 那说明我们台北市1.0的停用资讯 以及请民众跨市务必要使用U-bike 2.0 台北市交通局也呼吁民众 若有U-bike 1.0欠费情形 请尽快持卡片在车柱靠卡补扣 避免车柱陆续拆除后补剿不变 就12月3号零时起开始 台北市的U-bike 1.0常站是没有办法再借车的 但是我们也是考量说要 还车的部分要预留给民众一些缓冲时间 所以3号到6号这几天的部分的话 民众在台北市1.0 如果还有空的车柱的部分的话 是可以还车的 那到了7号到9号这中间的话 那我们会针对跨市的 比较热门的30站的部分 会持续提供给民众还车的使用 但是在这边还是呼吁民众 跨市骑程必须改用U-bike 2.0 那所以是说拆除的部分的话 是会12月开始启动做拆除的作业 那会到明年才会做一个全面拆除完备 目前U-bike 1.0系统 每天仍有约1万的承接人次 因此12月3号之后就会受到影响 不过附近都已建置2.0系统的站点 欢迎民众继续租借2.0车辆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大岸区龙生里 沈凤云里长连任多年 今年参选也是同俄竞选 竞选总部成立时热闹非凡 可见沈里长受地方爱戴的好人气 高声呼喚邦达安区龙生里 沈凤云里长加油打气 并祝福他能连任里长 在选战倒数的日子 沈里长竞选总部成立 现场聚集不少地方人士 市议员与参选人里长们 还有民众一同共享深举 一起为里长竞选战侠 因为我觉得龙生里的里长沈凤云 他不只是我们台北市最杰出的里长 更可以说是全国最杰出的里长 他从长照计划 到我们年轻人的就业 以及地方的建设 他能够铺整个铺路整个龙生里 让我们龙生里里面感到住在龙生里 是非常温暖温馨的一块地方 第二个我个人是客家人 一个客家人感觉到自己客家里长 就是沈凤云他秉持着客家人 艰苦卓贼奋发努力的精神 来推动这里里面的工作 这是值得我们大家肯定的 那么这一次选举 为什么龙生里只有 省份友人一位出来选 就表示我们龙生里的里民 全部都非常的肯定 非常的支持 省份友人继续连任 让他能够高票当选 让他能够再继续为龙生里的里民来服务 当然先恭贺我们省里长 就是这个 这一届就是可以连任的 我还是要肯求大家 要勇业出来投票 让省里长能拿到更高的票来当选 他登记二十号 陈锦良排列号 拜托大家继续的支持 基层的服务 在里的一些建设的争取上 受到我们所有里民的肯定 今天的茶会 才能够有那么多的乡亲来这边 湘庭这边我也要借这个场合跟大家呼吁 继续让我们省里长高票当选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来呢 就是帮万安表达 我们对于沈凤云会长的支持 对不对 对 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万安来拜访沈凤云会长非常多次 所以基层的需求我们最了解 我们一定要让沈凤云最高票更高票 对不对 非常开心 来到我们的龙生里 就像回到家一样 因为我们的沈凤云里长呢 永远都是把我们所有的里民 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 这样子来疼惜 这样子来照顾 所以我们龙生里呢 在里长 好 跟大家的合力的支持之下 这样给西里非常多配合服务的机会 所以我们的龙生里 是全国第一名的示范社区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幸福很骄傲 有没有 有 好 我们礼上 好 不但我们的道路是最美丽的 我们的公园也最近也帮大家改造好了 有了新的很多的游乐设施 好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天空染线 我们也把它清除掉 还给大家美丽的天空 好 然后呢 我们的污水海水 我们的道路 我们的测钩 我们的后巷 每一样东西 包括监视器 治安 各方面 我们里长全部面面俱到 都帮大家做到最好 好 所以呢 我们里长虽然这次是同俄竞选 已经当选 但是呢 我们大家要用最高票 给他肯定 给他支持 代表对他付出的肯定跟鼓励 大家说好不好 好 11月26号 还是要 给里长更多温暖的选票 好不好 好 还要拜登大家 一定要出款投票 投票力一定要吹出来 我们一定要为了里长出来投票 OK 拜登大家多多支持 那未来盛文进入市议会 绝对全力的来推动 乐林生活都会区 要给里长辈更全面性的照顾服务 但也要希望 拜登大家给盛文一个机会 未来才能来大安区 来推动这个乐林的政策 我们民意代表 需要各位的支持跟鼓励 贏得一票是我们前进的运动力 所以在这边 博弈 拜登大家 恳求大家 11月26号 让我们沈凤旅里长 用最高票 连任 继续的为我们的 龙山里服务下去 好不好 好 然后那最后 那博弈工商一下我自己 我10号 十全十美 希望11月26号之后 博弈十全十美 里长一马当先 沈会长他非常的热心公益 然后包括他理念的这些建设 都真的是 我们后辈的这些学习的一个对象 他在这边 百忙之中 我们也希望 沈会长今天 能够高票当选 深深一举功来感谢大家 谢谢 我也要跟大家报告 在十二年前 我当时是一个名簿金传 没有人认识 但是呢 我在一个月筹备 我选 当时那个里长做得很好 但是呢 有人想换 所以我就出来 结果他45年做十一件 在大家的帮忙之下呢 我是第一次当选 到这次呢 是要 第四次的竞选 那感谢大家 不要我们龙生里呢 在各位高水准的 里民的支持 帮忙之下呢 我也没有辜负大家 我们里呢 可以说 这几年呢 偷胎换骨 过去的林里枪道 水沟盖 是一块一块的水泥砖 放上去 自从我上任以来 我就全部把水沟盖 改为常驻式的水沟盖 这样呢 不但美 美瓜漂亮 蚊虫也少了很多 单边的路向道呢 我都把它标化 标化为绿色行人道 给大家一起有一条 安全回家的道路 依据台北市政府 最近的统计资料 绿色通道 和过去化红线 车祸可以减掉百分之六十 所以过去巷内 有很多的 变线杆 变变箱 也都一一 我把它拆掉 我常常讲 中华民国首都 在台北市 台北市的首善之区 在大安区 大安区的首善之里 在龙森里 因为龙森里呢 他这个区块 有比较特殊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人 不是教授就是校长 不是校长就是老师 所以呢 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都是有钱的企业家 这个族群的 他的特性呢 就是比较高傲 他们比较不愿意 跟人家打交道 但是呢 很多的这个 杰出人士 住在我们这边 年轻的时候 有很多朋友 有很多亲戚 但是呢 年纪大了慢慢 大家的这个动力就没有了 所以原水救不了近火 所以呢 我自我上任以来呢 我就把所有的硬体改善 把马路全部 悬袍重铺水垢盖 全部厂住更新 所以呢 我们也把我们里内的 电线电缆全部地下化 给大家感觉有那个 幻然一心脱胎幻股的感觉 说到过去 为里上的努力 省里长总有 说不完的故事与理念 担任多届里长的他 为地方的每寸土地 里民争取福利 在接下来的日子 仍秉持持续 为民服务的精神走下去 市长就说 那做捷院怎么可以 有办法不要过红利灯 穿越半马线 我就跟他讲 结果他怎么讲 我要求他帮我们 接一条连通道 所以呢 以后 在今年年底 连通道完成 我们农村里就是 变成全国最优质的一个里 大家说出色 是 非常感谢大家 这么忙来波容 来参加小弟今天的 竞选服务处成立 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 热情里民来到竞选总部 听到大家齐喊当选 都忍不住手足舞蹈 高举双手 与呼声表达支持 现场人声鼎沸 沈凤云里长也承诺 推动基础建设 建立人文有声社区 以公开透明公民检视的决心 全心全意来服务地方 为了要协助偏向医疗 台北周游狮子会 在创会会长知名制作人周游的后周下 现任会长陈寒香 与狮姐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购买最新设备的救护车 捐赠给卫福部台东医院 造福地方民众 真正落实狮子会的社会服务精神 热心公益的台北市周游狮子会 善行一举在天衣庄 在狮子会创会会长知名制作人阿沟 周游的号召下 现任会长陈寒香 与狮姐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大方捐赠价值240万元的最新设备救护车 给卫福部台东医院 协助偏向医疗造福地方民众 我们先抛砖引玉 要送这些有意义的车 这个车在偏离地方很好用 这需要的 台东比较需要我们 我们就会在 我们都是秉持着阿沟 他带着我们在周游狮子会 公益这个活动是做的很多很多 可是我当了会长的时候 我就是秉持着跟着阿沟的脚步 他跟我们讲什么我们就听话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愿意把这个爱传到偏乡 让更多的台东偏乡的地方 传到每一个角落去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最终 想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我们继续努力 我们还会一直在做 我们周游狮子会的一个理念 就是我们哪里需要我们 我们就会在哪里 所以在这期间 我在一年前就已经在 好在准备 好那因为透过 我有两位新师姐 我现在要隆重的介绍 他们两位大力的给我支持 就是我许评与师友 我们的林瑞杰师姐 请上台 这两位师姐呢 给我很大的勇气 因为呢我是一个美容的 美容保养品的一个 好一个业务而已 那透游呢师子会 我当了这个会长之后呢 我们就想好想要做什么事 他们呢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建议 捐车 那他认为我们师子会是一个大的 很大的一个团队 国际的一个师子会 一个很大的一个善心团体 如何来把这件事做 所以这件这段时间 都是因为他们两位 谢谢两位 他两位呢给我很大的信心喔 然后呢在这期间呢 我们媒合的过程里面很辛苦 可是呢我们不怕苦 因为他告诉我 这只是开始 这只是开始 我们也承诺 每年要捐出一部车 这场救护车捐赠仪式 在卫福部举办 获赠救护车的卫福部台东医院院长 也特地来到现场 感谢周游师子会的爱心 协助提升医疗救援的效率 那我们台东医院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们台东医院历史非常悠久 是1896年创立的 到今天已经126年了 是从日本时代到现在 那只比台大医院晚一年创立而已 那在台东呢 台东是一个南北狭长的线份 所以在台东的东北海岸呢 我们有一个成功分院设在成功证 那成功证跟台东本身呢 是有一个小时的距离 那所以那成功的分院呢 是当地非常重要的一个医疗机构 因为他负责成功证 还有旁边长冰箱 东河箱以及太原 那里的居民的医疗照顾 都是要到成功分院 那在这个台东的东北海岸 成功分院是唯一可以做24小时急诊 可以做复健跟洗肾的地方 如果没有成功分院 那边洗肾的病人 每天要到台东市洗了肾再回去 所以然后我们24小时 虽然都有急诊 可是难免会有一些重大的伤病 像心肌梗塞或脑出血 那这种需要送到台东市的 大型医院 像我们本院来处理 那我们 我们除了当地的民众的需要以外 大家知道台东是一个旅游胜地 所以也有很多观光客 观光客最容易出现的就是交通意外 还有他们去潜水去冲浪 都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重大的问题 我们必须送回台东 或者有的 有的病人会选择送到花莲池剂 但是所以救护车 尤其是高级的救护车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自己是有救护车 但是公家机关 要买救护车都是要用最低价绝标 然后也有年限 所以我们的救护车 确实明年年限就到了 那今天非常感谢 刚好狮子会给我们一部 给我们捐赠给我们一部最高级 设备非常齐全的救护车 那我在这边呢 要跟大家报告 除了代表当地的民众 台东的民众跟大家感谢以外 那狮子会对我们的捐赠 等于是给我们医院 全体同仁的一种 赞赏跟鼓励 这个对我们医院的士气提升 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他们本身那时候 我们媒合的过程里面 台东医院的救护车呢 已经13年了 所以已经救了 那我呢 在台东的团队里面 也有很多的美容师 他们讲 他们的资源不是那么好 那这一次呢 跟着阿勾呢 我当会长之后 我想我要做一件事 比较有意义的 那阿勾就给我建议 那刚好也媒合到台东医院 这偏乡的地区 到成功的这个 分院的距离很远 那这一部车呢 是全部的配备都有 那感谢大家 今天来给我们办理这个一个 捐赠的活动 那各位都了解 我们在那个 比较 比较偏远的 东部的地方 特别是在台东 台东 那这次我们师兄 师兄 带领了 大家的这个 一个照顾 把我们的这个车 捐给我们的台东医院 那大家的了解 卫福部 为了解决这个 比较偏远地区的这个状况 从108年开始就推动我们优化 偏向的这个一个 医疗资源的改善的计划 推动公费生 也推动一个设备 最近做的比较好的事 又开始增加我们的转送 reflow system 我们最近也在跟反院长开 示意识在开 怎么他那个稍微 跟台东医院稍微上面一点 要成功分院 那2万多人一个医院 怎么把它并然做一个转移 那转移的方法就有几个重要的 一个是资讯 眼距就是跟高雄的长庚 大家可以看 看看这样这个病 要怎么处理 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各位今天要帮我们 这个帮忙的是 捐赠这个救护车 这个救护车来了之后 这个爬山 还过那个山洞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这样子 在那个成功这样的小镇 还有台东地区的 特别往南部一点点 往北部一点 在这个反院长 这个很积极的领导之下 会把这样的一个转介系统 做得更好 号召师友们持续行善做公益 台北市周游师子会 创会会长周游说 有舍才有得 心情相当快乐 做公益最快乐 我认为说 不管什么事 我们有舍 绝对有得 所以有时候我们给了 送了东西出去 看到人家的快乐 人家在用的时候 我很快乐 比如我的手表 人家说 你的手表很漂亮 他给我拿去带 他就 我看他带起来很漂亮 他也时时都在那里看 我就很快乐 尤其今天院长 我来讲一下他们偏乡 有没有 怎么样的需要这个车子 那钱呢 其实呢 其实不在于数字嘛 是在于呢 我们到底回馈他是要的嘛 他要的嘛 他需要 所以需要的时候呢 我们都在的时候 我们身为狮子人的这个 秉持阿勾的这个狮子精神 我们都愿意的 我们愿意为偏乡做更多 越偏乡 我们都是送给他 他越高兴 就花了那一步就好了 我们一送过去很多啦 像我们这个捐血车 他们觉得台北的这个 救了多少人 救了多少人 救了多少号 公圆号这个台大号 都是我们这边 有时候说缺什么血 他捐了以后呢 事业一直一直发发发 衛福部衣服会 也感谢台北市周游狮子会 抛砖引玉 帮助偏乡医疗 让当地民众 能获得更好的医疗照顾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HomePlus中家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见计划开始咯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 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见简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响应11月20号国际儿童人群日 台北市教育局推广月经平权和友善校园的理念 特别发表两款可爱的LINE贴图 预计11月22号上架 欢迎民众免费下载 你身体不舒服吗 我肚子痛死了不要吵我 你是不是月经来了 要不要我给你卫生棉 还是帮你装热水 好不要那么大声啦 我小孩快一点 宿航直接要到了 你月经来了肚子不舒服喔 对啊我刚刚还问他要不要装热水 还给他卫生棉 你们两个可费不要这么大声啊 全世界都是从那里来的 超丢脸的 你知道有很丢脸吗 月经来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吗 像我妈还都 还常常叫我去超市帮我捡买卫生棉 诶王小明 你现在是包不装垃圾 改装卫生棉了 你月经来了吗 哈哈哈 哎呦 张希希不要那样蓝色给我用的 你月经来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笑屁啦 月经来又怎样 诶王小慧 那个给我 看到没 这才是健康的心态 像你们这种觉得好笑的 觉得丢脸的 都太鹿了啦 张欣欣 如果你月经来了 我也可以帮你拿卫生棉装热水 不用啦 我自己会处理好 那你以后也不要再把垃圾放进我书包里了 没错 不然我们就会帮他打 1953 反霸脸专线哦 好啦 我知道了 诶王小明 那片卫生棉先借我好不好 我月经来了 哦 王小明 你要借他吗 我们学校旅策都有准备啊 社会卫生部长的我 都一定要去一起补充的啦 哇 原来如此啊 也太方便 太棒了吧 蓬莱国小小朋友透过话剧表演 传达正向看待月经 以及来就来 无所谓的精神 台北市教育局 选在国际儿童人权日前夕 推出两款共八张赖贴图 供民众免费下载 其中四张人物贴图 以月经平权为主题 传递温暖问候 或表达女孩的无畏自信 另外四张友善校园贴图 则是鼓励学生遭受或发现校园霸凌时 要勇敢说出来 我们想了很多啦 怎么样来倡议来推广 那大家 我们教育伙伴们觉得说 如果可以透过大家喜爱的 LINE的贴图 那可能会 大家会一起集气 一起大力来推广 所以这也是大家 这个脑力激动所推想出来 因为过去也只能想到 要不要送笔啊 那铅笔啊 送一些孩子常用的文具 不过大家觉得说 还是用LINE的贴图 也许会比较 这比较可爱一点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 一笑一乐 让大家共同来倡议 来执行月经平权 大概是这样 因为要配合这个LINE的贴图 是每个礼拜二 才可以来推广出去嘛 所以只要透过 我们在11月22号 那只要透过这个LINE里面的 关键字 比如说反霸凌 月经平权 这关键字搜索 就可以去免费来下载这个贴图 那这个反霸凌的有四种 那月经平权有四种 总共有八张的贴图 那我们希望这个小朋友能够 小朋友能够喜欢 尤其国中的男女生能够喜爱 我觉得连大人都会喜爱 台北市自111年3月起 创全国之先 全面提供3万名国中女性学生 每人每月可兑换免费生理用品 明年起更率先向下扎根 将在国小高年级全面实施 补助五六年级的2万名女学生 我们这个把生理用品 那女生的这生理用品 往下延伸到小学 那最主要是要来推广这个月经平权 那过去为什么会先示范国中 全面推广国中 因为大部分的月经的这个花生的 在国中的比例比较高 大概99%以上 那因为小学生啊 可能大概平均是非都在 十一岁到四个月之间 那所以我们觉得说 第一次在推广的时候 我们希望先从国中补院品 比较高来推广 那现在大家觉得说 这个观念啊 跟价值呢 还有是执行面 已经到了水到漆程 所以我们就往下延伸小学 那但是呢 我们还是锁定这个五六年级 那如果说有出京 可能四年级就来了 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说 可能他用个案的方式 比如说健康中心啊 来做一些特别的个案的协助 那最主要我们现在 比如说国中现在目前在推动 从今年的三月开始推动呢 那我们是在国一国二国三啊 他们是一个月内可以使用 大概两张的这个使用券 就是这个生理用品的这个使用券 大概折额大概200块左右 那现在目前在莱尔夫啊 这个超商特别的厂商呢 是有11种的品项可以让他做选择啦 对 那所以基本上 当然这是一个 就是提供给一个免费的生理用品 那更重要就是我们的积极意识 要来倡导所谓的液晶品权 也就是说透过这样一个 来让校委里面去重视 说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我们希望这个女生呢 或是男生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很自然 像呼吸啊喝水那样自然的 友善校园系列贴图 将于11月22号上架 民众可置赖贴图小铺 搜寻月经平权或反霸凌 即可免费下载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由故宫亮文教基金会 推出的库籍剧场 逆风启航专案计划 即将在11月19号起 一连三个周末 在台尼市敏厅登场 由李清照私人剧团 感伤动作派 刘冠祥舞蹈与音乐工作室 及赵鑫 华辟三个团队接力演出 带来三部颠覆视听 融合传统元素的跨界作品 李清照私人剧团感伤动作派 由戏曲跨界创作者 刘亮岩导演 与台湾戏曲名家 朱安丽 李靖芳 陈宇安 破天荒跨界合作 以蓝族识图为灵感 演绎全新戏曲创作 向明代清楼诗人 马湘蓝致敬 事实上这个戏呢 襄蓝图这个戏呢 他在讲一个真人真事 他是一个明代末年的一个 情怀河畔的情怀八宴 八大清楼就是排行榜之一 那因为演了五年前 六年前演了马博斯市之后 有一位朋友在剧团里头认识 他跟我说 他们的博物馆 就是荷兰国家博物馆 有一幅画 马湘蓝的一幅画 想要展出 那他想要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 跟这个欧洲的观众介绍这一幅画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用特别的方式 是因为一个清楼画家 在画史上被讨论的机会 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他觉得应该到了一个有机会 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 来阅读这幅画的时候 那今天带来呢 来两首新歌 就是这一出戏里头的 李金方老师跟陈宇安老师 他们一人要帮我们唱一首 全新的编曲 那这一出戏是 我们剧团第一次采用Live Band 就是现场各位看到的 爵士三重奏 这是我做了十年的梦 终于实现了 谢谢在这么完美的剧场里头 可以把一个真的 全是三重奏的乐团搬上舞台 A.I.Shot 六九八玉的终结版 即编舞导演编剧一生的刘冠祥 与两位年轻舞者 在舞蹈与戏剧 生死故事 与献祭之舞的超现实结合中 展现极富爆发力的身体 这一场演出为什么叫A.I.Shot 六九八 就是同时在整个演出 刚刚看到的 大家看到的其实是 舞作里面最古典的段落 我们就是演绎这个 萨地跟雪山女神跟师婆 三个人的故事跟状态 那我们三个其实 同时都会扮演 萨地 雪山女神跟师婆神 然后在这些古典的状态里面 会串插我从小学武的故事 我拯救我父亲的故事 以及我面对妈妈死亡后的恐惧的故事 这些故事里面都还会在有 我亲自叫A.I.惠图动画的一个影像段落 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类世代的演进 都一定会经历产业太幻 非常可怕的一个太幻期 那台湾的艺术家跟社群媒体 营造跟经营的方式 其实并没有跟上世界的脚步 这是我看见的 然后我也会在演出的结尾 推动一个我们Dance Buddha Penda 也是刘光祥舞蹈演员工作室 现在正努力在推动的 台湾元宇宙领航计划 希望可以带着台湾的艺术家 打开我们现在现有的渠道跟窗口 让他们上元宇宙V3 跟外国艺术家外国策展人交流 他在飞行 他在演出的角度 他在哪里 他在爬行 雷锋塔七层八面回风峰回 雷锋塔1924 则是由擅长多元跨剧总创作的导演 雷锋塔他倒了 我们会想雷锋塔到底为什么会倒 以及他倒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年白蛇被压在雷锋塔下 当然是传说 传说就是有真有假 今天我们从第一组的作品到第二组作品 亮眼的还有观想的 其实我们都一直在讨论一个真跟假 或者是说真实与虚语 那么白蛇居然这样的故事 白蛇被压在雷锋塔下 发来说这个 如果要白蛇出事的话 除非溪湖水干 江潮不起 可是这个雷锋塔倒了 白蛇有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 散落了是什么 一地的金券 然后很多村民呢 村民们呢 去抢夺 应该说去搜刮 塔里面的珍贵的文物跟宝物 那于是我们在想一件事情 传说故事 它一直不断的代代相传 甚至可能 会一直不断的被我们加油而添醋 加的是什么 加的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美好的想象 我们想象白蛇许仙 可能有某种爱情 我们想象人世间 有某种是可以战胜 不因为战胜好 只是可以 可以是非常高 可以抗衡一切的情感 那么 在这样的故事里面 当雷锋塔倒了 什么东西是真的 什么东西是假的 什么东西是留下来的 什么东西是消散的 《香兰图》 AI市69VA域的终结版 《雷锋塔1924》 将于11月19号起 一连三个周末 在台泥市敏厅登场 每档节目周日场 都将在酷云剧场 YouTube戏曲线上 频道同步直播 邀请观众欣赏 感受酷吉剧场的魅力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式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 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移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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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齐盘关心您 选前最后一个礼拜黄金周三号民进党技能市长候选人蔡世英在六合停车场举办万人造势活动包括了里长候选人民进党市议员候选人以及支持者几部现场总统蔡英文及技能市长林又昌现身相挺呼吁选民拉票冲票支持蔡世英 选前最后一个礼拜黄金周三号民进党技能市长候选人蔡世英在六合停车场举办万人造势活动各项表演炒乐现场气氛 蔡世英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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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长候选人民进党市议员候选人以及支持者更是挤爆现场 现场播放林又昌市长执政八年来改变基隆 让基隆人赢回光荣的各项政绩 林又昌呼吁大家支持蔡世英 让基隆继续进步不要走回头路 他刚才说过我很烦烈 我也很不敢 我这本来的烂的冲 这样拼 把基隆士的负债减少这么多 他现在黑白开政绩 请公关公司 开了很多的证件 但是这些证件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要换狗狗 如果狗狗狗会换我不换就好了 然后很多的这些政策 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去实践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一个力量 重新回到基隆 那我跟蔡世英两个人 在这六年一起携手合作 我们争取了非常多中央的一个建设的经费 跟计划 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的资源 来建设基隆 来改变基隆 未来 我也会牵着蔡思荫的手 全力地给她支持 全力地给她协助 过去林又昌 来不及做到的事情 让蔡思荫 帮大家完成 好不好 让蔡思荫 接棒基隆 延续光荣 林又昌来不及完成的事情 让蔡思荫来完成 好不好 好 总统蔡英文也亲自到场加油打气 肯定林又昌在基隆执政八年的成绩 强调她应该是来基隆最多次 最关心支持基隆建设的总统 同样呼吁大家要顾票 拉票冲票 让蔡思荫接棒林又昌 延续基隆的光荣 我们基隆人 不是没有给国民党机会过 国民党的候选人 当过三届的基隆立委 中央跟地方长达十多年的时间 都是国民党执政 结果 十几年的执政 基隆却是停滞不前 施政埋入调查位 基隆的财政快要破产 基隆捷运的计划 前前后改了一堆版本 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没有下文 直到林又昌成为市长 蔡思荫当选立委 加上民进党中央执政 基隆的退步和停止 有了截然不同的改变 因为又昌和市荫提出的建设计划 是以我们基隆市民的利益为优先 不是家族政治利益优先 大家说对不对 因为林又昌和蔡思荫 用国际宏观的视野 用首都圈的视野 真正的建设自由 大家说对不对 现在他也提出一个很棒的计划 叫1200首都通的政策 县长知道这个政策了 请举手看看好吗 好像很多人都知道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政策很棒 是不是很棒 我觉得很棒 1200块吃到饱 北北鸡头我们可以自由行 是不是我们让市应当选市长 我们每个月只要1200台铁公车 国道客运捷运以及U-bike 一票就可以用到底 大家说好不好 基隆市长候选人蔡思荫更强调 他把人生最精华的岁月 奉献给基隆这块土地 如果这样不是基隆人 什么才叫基隆人 拜托支持者 催票拉票集中选票 让蔡思荫顺利当选 我们希望基隆的进步 不可以走回头路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剩下六天 春夏冬 就是我们重要的选择的时刻了 过去又商家市应的努力 市应在这段期间以来 提出了许多的公共政策 四大竞选主轴 相信很多人都看到 刚才总统也特别气适应 再次的背书首都通 1200的月票 为什么要提这个政策 因为我知道 基北北桃共同生活圈 通勤是重要的这件事情 不是每个人都有车子可以开 有许多人需要透过通勤的方式 到达他上班上课的地方 我的对手提出解决通勤的方案 是送狗狗龙 我跟他不一样 我提的是首都圈 1200月票的方案 包括台铁 包括国道 包括公车 包括捷运 包括Ubike 全部整合在一起 我相信 推动交通平权 让基北北桃 共同生活圈 让基隆人在这里面 感到骄傲 不会觉得弱势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蔡适应也呼吁支持者 同样要支持 站在他背后 支持他的这群里长候选人 以及市议员候选人 让基隆队全部当选 全雷达 继续为基隆进步打拼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同样是选前 最后一个礼拜的黄金周 前总统马英九 特提到七度 陪同一号 国民党继续市长候选人 谢国良 到南新市场扫街败票 民众争相握手合照 非常受到欢迎 再加上国民党籍 议长蔡旺连 武党籍市议员张耿辉 及亲民党籍市议员杨秀玉 不分党派 共同支持 绅士大长 力拼胜选 选前最后一个礼拜 黄金周 前总统马英九 特地到七度 陪同一号 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 谢国良 到南新市场扫街败票 民众争相握手合照 非常受到欢迎 拍到照握到手的民众 都非常兴奋开心 对啊对啊 握到手之后会很幸运啊 是是是 你觉得外传说 怎么握到手运气会不好 你觉得这个是乱说的吗 不会啊不会啊 不会啊 好温暖啊 好温暖 对对对 马前总统也展现 亲民的一面 不断掏出钞票 拜票兼买菜 向好几摊摊商 购买水果以及食物 不但摊商开心 到市场买菜的民众 特别是婆婆妈妈们 不断拿出手机拍照 或是要求和马英九 以及谢国良自拍 谢谢 对于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鸿安之前谈到和马英九的死亡之卧 之后也向马英九道歉 马英九说接受道歉不会介意 谢国良则主动和马英九来个胜利之卧 完全破除死亡之卧的留言 我在这边要恳求总统跟我握一下手 因为总统跟我握一下手 我们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就感觉胜利在望 所以我一定要跟总统来一个胜利之卧 总统支持一下国良吧 耶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胜利之卧 再加上国民党籍议长蔡旺廉 无党籍市议员张耿辉 以及亲民党籍市议员杨秀玉 不分党派共同支持下 谢国良绅士大长力拼胜选 谢国良 冬帅 谢国良 冬帅 国良 谢国良 冬帅 谢国良 耶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从前市长张通荣开始规划 构地新建过程一波三折的 基隆调和街转运站 11月18号正式启用了 这项是由基隆市政府 与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共同合作开发的转运站规划 有超过1000个汽车停车位 在海贺馆参观人数从40万大幅提升到220万的情况下 希望有效发挥使用功能 请用节 我们调和街转运站正式启用 在基隆市长李又昌立法委员蔡思英 前市长张通荣及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与多位市议员共同检采下 调和街转运站正式启用 这项为了疏解海洋科技博物馆开馆后所带来车潮 而规划了停车及转运服务区 由基隆市政府与海洋科技博物馆各处一半经费购入土地 不过兴建过程一波三折 包括遇到地质敏感区 土地属于新北市非都市计划区 周边还与地主产生纠纷造成拖延 不过今年6月陈博会举办时 调和街转运站列入交通输运计划 证明发挥转运效果 加上海客馆一年观光人数 从40万人大幅提升到220万人次 因此转运站在这个时间点启用 让林佑昌直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我们在这个海客馆周边做了非常多配套的一个建设 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望海巷的景观桥 以及从水晶九所衔接进来的铁马翼道 还有包括现在整个朝靖公园的一个建设 朝靖湾的一个保育区的画设 甚至包括现在最夯的海客馆的这个探索馆 都受到民众的一个欢迎 所以在我上任的时候 我们的海客馆一年的观光的一个人次 大概只有40万人左右 不过现在已经大幅提升到221万 那所以我刚刚在讲说 这个调和街转运站呢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现在完成刚好可以配合整个海客馆发展的一个使用 帮忙开过多场协调会的立法人蔡思寅也认为 调和街转运站启用是完成海客馆区发展的重要拼图 接下来他将针对沁阳原本计划新建水族馆的用地 检讨再利用 让海客园区成型以吸引新的产业进驻 青阳海洋公司的那一块土地的案子 那目前这个案子正在法律的诉讼当中 我也再次的责成教育部 以及海科馆进驻把它处理完毕 那未来是因为就那个地方重新做检讨再利用 我希望让我们整个海科园区能够成型 那海科园区的成型除了寓教娱乐的科学用途之外 我希望未来在这个周遭也能够有相关的产业 能够跟着进驻进来 就用市议会副议长林沛祥的期许 位于东基隆的调和街转运站 不只解决观光油气需求 也能征批国道客运路线 提供通勤民众更便捷的交通服务 有客运公司想要在这边新批一条新的路线 国道客运路线 会连接着信义区然后到台北 毕竟我们全基隆的工作人口里面 有将近是11万人 是在新北台北上班的 所以像这样的通勤客运路线 对于东岸的基隆 是迫切的需求 调和街转运站共设有 1052格小汽车停车位 及11席大客车停靠月台 还有一栋基本服务空间建筑 在金融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批建完成后 改由金融市政府交通处 接手委外营运 未来将透过交通指引排面 及CMS资讯发布 引导开车游客到转运站停放车辆后 在乘坐海洋科技博物馆的 免费接驳车往返 以改善滨海公路及 八楼子地区的停车 与道路拥塞问题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导 选前黄金周五号武党籍 基金融市长候选人黄熙贤 依照自己的选战步调 用苦习森的方式到各地拜票 特别是参与国际身心障碍者日的活动 亲自关心身心障碍的朋友们的需要 及权益 选前黄金周蓝绿两大阵营市长候选人 邀请大咖陪同扫街拜票 或是办理万能造势大会 精锐进出营造慎选气势 而五号武党籍基金融市长候选人黄熙贤 依旧依照自己的选战步调 用苦习森的方式到各地点扫街拜票 特别是到国际身心障碍者日活动 亲自关心身心障碍者朋友们的需要和权益问题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陷入生活的困顿 在当时我有去采访过 我有去关怀 可是在这个当下跟这个过程里面 可有人去关怀过 我们看到那个荣雅 就是听障的小朋友 听障的问题 在基隆也有很多听障协会 我们也曾经去关怀过 我们也在现场了解到 他们事实上他们需要 关怀以外还有一些活动 各方面资源需要人家资助他 所以对于基隆的落实团点 今天国际身兆日 那么展现出来的这个摊位也好 还有劳工部分 劳工的工会 还有劳资协调 协会这些 就是整个我们基层的朋友 落实的朋友 我们怎么样去关怀照顾 我想这是一个执政的市长 市政要慢慢去设想 好好照顾他们的生活 这是我们要做的 黄细贤表示 直接感受了解基层百姓的生活 以及需求最重要 他会坚持到选前最后一刻 争取选民支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